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 我自己最近买的这台保时捷 敲吧 Kamen 它是最普通的 2.0T的版本 250匹的版本 这台车其实不是我 我当时想收它的 是这样是有一个外地的一个女车主 想逃一台728 然后当时她给我交了点定金 然后我给她垫钱把这车弄回 过段时间她告诉我 她说她不想要了 她定金也不要 所以这车现在就变成我的了 但是还好 因为728比较保值 所以其实我也无所谓 而且作为一个尊贵的四缸水平对质车主 BRZ 再拥有一台四缸水平对质的车 又能如何呢 没有关系 那今天我们就着重的从一些日常使用维护 包括赛道 极限驾驶和日常驾驶结合 来聊一聊我眼前的这台车吧 那现在呢 我是让师傅把我这个车进行一个简单的机油三绿的保养 因为它是个准型车 19年上牌 目前只跑了18000公里 但是师傅在这忙活半天了 然后可能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找到那个机油三绿的位置 因为保值节这车真的很复杂 好吧 你机率找到了吗 其他绿就是找到了 它那个空率你到现在还没找着是吗 那是在这个板下面 你看保值节为什么保养贵 它就做一个最简单的机油三绿的保养 得拆一堆东西 这个是机油的加注口 然后这边这个是冷却液的加注口 像这些最基本的这些东西呢 倒是很明显的在外面不用拆什么东西 我在想这个发动机要是出现了一些相对比较严重的问题 那它就得整个把机子全落下来 对 但是还好啊 保值节的机器一般都比较耐用 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就在那下面 我说罗特都引过吗 以前我还买过一台Bolster 你知道我做Bolster保养的时候都复杂吗 我得把那个顶棚正好撑到一半 打开到一半的位置 然后把这中间打开 然后才能进行保养 那个更复杂 看到没有 你从来没有保养过保值节 我这是给你增长实践的经验 我真是第一次看到做保养 那把内饰拆的习盘了 建设少了 要不为啥叫破鞋呢 机率空率空调率大概多少钱 一共是1100多我大概知道 对 机率空率空调率分内外 就这么一个小的 可都是三四百 这四个绿身加起来都差不多1200 就像来一个300块钱 作为一个尊贵的保着街车主 日常保养其实压力挺大的 你想想它就光了三绿 咱们有渠道的情况下 都差不多花了将近1200 然后再加上机油 这个发动机油不得用个六升 800块钱 对800块钱 对 那也就是说咱自己做一个 机油三绿的保养都得要2000块钱 那你想想如果在三家店保养 这花多少钱 那还得加工时吧 像这么拆 光这空率都在收600 呀终于看到空率了 这台车是一个真真正正的 中之后驱的跑车 而且是个跑车 注意我的用词 所以其实这台车在这个级别里边 咱严格意义上来说 其实它是没有对手的 没有对手的意思不是说他在这个级别最强或者怎么着 而是他在这个级别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跟他竞争的竞争对手 而是他自己一个人玩 明白吗 因为他是中之后驱 而这个级别的中之后驱 除了莲花的车 没有什么别的车是中之后驱的 但是莲花的车呢 华为辆太少了 对保时捷基本上够不成影响 而且他俩的定位完全不一样 保时捷是走的那种豪华运动性的路线 在莲花是走的那种硬核的运动性的路线 莲花是那种为了达到运动的目的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省略其他任何东西的那种汽车品牌 非常的硬核 但是保时捷是 它可以让你一边兼顾着很多东西 同时保持着非常运动的一个风格 这就是保时捷 所以保时捷是相对更适合大多数人的 而莲花呢 只适合那些比较硬核 跟它同样有个性的那种车主 它这个级别你要说M2 M3 M4 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C63 这些车型 他们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 他们都是前置发动机 包括TT包括Z4都是前置发动机 要么后驱要么四驱 跟这个中置发动机的布局是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它的空率 我的天哪 可以换一个Ti吗 拆就完了 拆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这个车几率是真的不好拆啊 那是特别狭窄 对它得拆掉这个大灯 高度自动调节的这个空气 啊 我来看一下尊贵的保时捷的这个几率 长什么样子啊 这个保时捷的这个几率是几率的钱 这是纸率 对几率嘛 然后胶圈是单独胶圈的钱 也就是说这俩是分开的对吧 对分开的都得都得拿钱 我们刚查了一下保安手册 718的保安手册是推荐车主使用0W40或者是5W40的机油 所以呢我们就严格按照原厂的这个建议去换机油的标号 这样是最好的 然后其实有很多时候有很多粉丝问我说 我的车应该换什么机油什么的 其实你应该多看看你原厂的说明书 因为你原厂的说明书给出的你换机油的这个建议一定是最正确的 所以你看完了这个就不用问我这种问题 然后保安手册到的车 还有一个就是你一定要查这个抽险记录和4S店保安记录 因为像他这个车如果说撞了的话 很多外面的电其实修不了 只能去保安手册4S店 所以你去查一下记录 其实大多数的保安手册就能看得很清楚了 我有一年当时就是准备去买一个BOXER还是一个KMAN 当时那个车很奇怪 我跟各位聊一聊 就是他前头其实没有发生什么多大的事儿 但是呢我一查出险记录 一修修了十几万 但是后来发现他这十几万呢 修的其实也就无非是前面的前杠啊 大灯啊这个什么什么装饰条啊什么中网啊 什么什么大灯支架啊乱七八糟的 还有包括叶的板 就大概就这些东西就十几万 所以别看修了十几万 有时候其实啥事没有 这台718最近开了一段时间 加了424块钱的油跑了441.1公里 折合算下来的话差不多是9毛6亿公里 百公里的油耗是在13.5升左右 那么这个数据呢 基本上是我在城区里面行驶 有一小段的高速 买这个车的人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在乎油耗 但是不得不承认 新一代的敲巴用这台2.0T的发动机之后 它的油耗相较于上一代 有了非常长足的和 和轮胎换完了之后 我懂得把他换成了 非常长足的 档也再有了 两个半个三十几万 还是迈到8030% 你和轮胎换完了之后 我今天第一次把它开上了路面 我瞬间感觉我手里那一台BRZ不是那么的香了 先说说最近这一个月以来 我体验这台车感觉出来的它的一些缺点吧 首先这个车的排气真的是非常的难听 当你进行极加速的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一脚油门下去 听到那股声浪了吗 它是这样的 真的是非常的嘈杂 那种声音真的很难听 第二个缺点是718的Kamen 没有718的Bolster那么好卖 这个是站在我是一个二车商的一个角度来 出发来说的一个事 其实说实话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驾驶的朋友 那么Kamen一定会优于Bolster 为什么 因为Bolster是一个敞篷车 敞篷车它一定有自己先天的缺陷 那就是车身的刚性不足 并且你在过弯的时候 其实车身的那种抗扭的那种系数 也没有像这种硬顶的跑车来得更好 然后你的圈速成绩 一定不会有硬顶的Kamen那么快 但是在中国就这么一个现实 因为大多数人就是喜欢敞篷车 敞篷拉风嘛 你跟他们说718Kamen 要比这718Bolster刚性要好 圈速要快 没有用 人家一辈子不可能开这车下赛道 人家就开这车 拉着姑娘去海边 去高速公路 去山路 去溜达就完了 人家根本就不下赛道 所以这个需求 对于很多的买家来说 完全就是可有可无的一个东西 而且718这个车 尤其是Kamen 经常性的遭受非议 因为它是保时捷旗下最入门的跑车 也就是最便宜的跑车 那很多人就觉得这个车呢 它就是用来装逼的 一点实用性没有 除了尤其在有些地方 因为有些富豪呢 它老给自己的除了老婆之外的亲密伴侣人 买这台车 因此这台车呢 还得了一个特别特别 这个有名的外号 叫二奶车 但事实上呢 这真的是一种 非常非常严重的资源浪费 事实上 718是保时捷旗下 做的一台操控 非常好的一台车 中置后驱 然后圈速 也非常非常的快 也非常的运动 同时还非常的适合家用 因为你上开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真的 就是你如果买跑车的话 你一定会发现 保时捷旗下的跑车 一定比那些超跑品牌要更实用 因为它底盘更高 然后底盘也相对更软和 然后日常开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但同时呢 赛道成绩香的可怕 但是保时捷也很难 它造了一个特别便宜的一个中置后驱的跑车 本来想让大家以一个相对比较便宜的价格 能够探到保时捷的门槛 但是没想到还让很多人看不起它 所以说人有时候其实真的挺贱的 你造一个很贵的跑车吧 它买不起 它反而觉得这个车好 你造一个相对便宜一点的车吧 它能买得起吧 有些人还看不上 你说得了吗 而且最可恨的是有一些人 它买也买不起 但是它还看不上 这就真的挺可笑的 第三个缺点是这台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 噪音还是真的比较明显 你看我们现在走在高速公路上 我们现在是跑差不多110码左右 发动机的声音倒是还好 外面的胎噪声风噪声真的挺明显的 所以说大家在选配保时捷的这个音响的时候 真的我觉得明贵的音响是最不值得选的一个东西 因为它跑快了 它噪音真的非常的大 你再明贵的音响 你一定得要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 比较静谧的环境 才能衬托得出那个明贵的音响的质感有多好 对不对 你在这么嘈杂的环境下 你再来个再牛逼的什么哈曼卡顿 什么Boss 什么这那那这 没有用 你所有的音乐里面都加入了一种新的伴奏 叫做噪音 除了让你在朋友面前吹嘘 哎呀我这个车选配了这个多牛逼的音响之外 别的一点用没有 第四个缺点呢 是这一代的982的CAMON 它加入的电子系统的东西太多了 以至于我觉得它这个车给你那种原始的驾驶的粗暴感 没有了 以前呢 我是有过一台987的BOSTER的 那个车呢 它是使用的机械压助力 然后那个车它是一个六缸的机器 2.9的排列 那台车我走在路面上的时候 我只要一脚油门下去 它能发出那种类似于以前的997.2的那种 高转速的那种发动机的那种声浪 真的 就是给你的感官刺激是非常的强烈的 但是这一代的2.0T的982呢 它不会再有那种感觉了 首先它的转向比那一代要轻很多很多 然后其次 它的身上的很多的操作 包括底盘 其实感觉也没有那么的硬核了 用一个很简单的比方来形容一下吧 就是以前的987的 不管是KMAN也好 还是FOX也好 它就好像AK47一样 它发射起来啊 它那个后座力非常的大 噪音也非常的大 甚至可能精度也不是那么的准 但是呢它给人的那种肾上腺素的分泌 包括那种刺激感 是很强烈的 感觉很爷们你知道吗 而这一代982的KMAN呢 它给我的感觉是装了消音器的 现代的精度非常高的那种 科技感非常强的那种机枪械 它能射得比较快比较准 并且呢稳定性可靠性也都不错 但是它给你的感觉就不会再像 AK47给你的那种粗暴狂野的感觉了 而这台车其他的一些优点呢 我喜欢的地方真的很多很多了 外观内饰 它的赛道还那么的快 并且它的仪表的屏幕里边 还有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三连表 它这里甚至是四连表 它有涡轮压力表 有水温表 有油温表 有油压表 而且它还有胎压监测 这样当你在跑赛道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 这台车它到底有没有过热 它的机油压力到底够不够 它的胎压到底有没有出现问题 所以你就能从仪表里面 很直接一目了然地看出来 而且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 保时捷的散热 原厂就做得很好 你在赛道里面狂飙的时候 你不用怎么担心这台车 它要过热呀 或者怎么着的 然后你再去后期升级什么的 只要你不是那种说 豁得特别特别狠 又不注意散热的话 这台车其实可以满足你一整天 在赛道里面玩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以上的这些就是 这台车在日常开起来的感受 但是这台车如果在极限价格下 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为此 我把它开到了 瑞斯赛车场 看看它 在瑞斯 用PS4S轮胎 30度的天气情况下 到底能跑出一个 什么样的圈速 五十九秒三五 至于超级山 在瑞斯 五十八秒六八 经过在瑞斯的差不多半个小时的刷圈 然后我总结一下这个车的一些优缺点 首先先说缺点 这个车它的涡轮其实有一些迟滞 尤其是在赛道上面那种相对比较激烈的功况情况下 一开始我开这个车只能跑到一分掌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还是按照我开BRZ自然吸气的引擎的那种开法在开 我的脚尖非常细腻的在控制油门 大家后来发现这种开法是错的 我就应该在弯中的时候直接一脚把油门给死 因为给死的时候它的涡轮没有开始介入 你就可以把油门踩死 然后涡轮可以起压的时候 它就正好就出弯了 后来我掌握了这个诀窍 就直接开到了五十八秒六八 第二个缺点是它的ESP其实还是关不彻底 有时候在进行一些相对比较大的那种掉头弯的时候 它ESP还是会稍微的有一点点介入 那它的优点就是它的PDK编子箱 你只要赶降的它就真的会降 而且它不会自己主动的去帮你升档 它的电脑不会帮你做主 如果说你到了一个临界点你还没有升档 那它会断油 但是它不会主动帮你升档 它现在是一个阉割版的250匹的马力 然后用一个还不是很新的PSS 在瑞斯30度的高温的天气情况下 能做到五十八秒六 这个成绩我觉得已经非常突破我的想象了 一开始来之前 我觉得这个车最多也就五十九秒多 因此那些说这台敲巴是二奶车 是娘炮车的那些朋友可以闭嘴了 你们可以开你们的车 如果说跟它保持在同样的马力水平下 250匹左右 你们能在瑞斯用PSS轮胎 30度的天气情况下 原厂车什么都没有改的情况下 能跑到五十八秒六 你才有资格说这台车是一个娘炮车 在我心中它已经跑得非常非常的快了 718的持笔偏稀疏 二档三档就可以跑完整个瑞斯 因此你完全不用手忙脚乱的去换档 它的出弯极快 且在弯心中你甚至可以放肆给你 而不用担心甩尾 原厂状态下它其实没有多少驾驶乐趣 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它更像是一台冰冷的没有感情的刷圈机器 你会感觉身体跟它之间缺乏沟通 没有互动 有一层隔膜 但它圈速呢又能做到飞快 这股不可思议的魔力 我猜就是源于保时捷的电控跟调教 能容许你犯很多错 能帮你无心中解决很多麻烦 它对你驾驶技术的宽容度极高 在别的车上你的很多粗暴的动作 可能早就让车子失控了 但在保时捷的调教加持下 一切波澜不惊 稳如老狗 以至于我甚至觉得 718有点像个傻瓜车 只要你有手有脚 会点基本走线 上手基本没有难度 任何人都可以把它开得很快 但是开保时捷卡慢的 难点就在于入门很容易 但想坐到顶尖很难 而且你如果把它开到了失控的边缘 旧车会相对前车后驱的车困难很多 对驾驶者手速有着最起码 单身20年的要求 作为国内保时捷比试链最低端的卡慢 原厂250匹动力阉割版本 配个伊拉克橙色的PS4S 都能做到58.6的圈速水平 着实让很多人惊掉了下巴 而且最要紧的是 玩718你根本不需要改装太多 简单升级刷个程序 他就能快的没朋友 其实718在保时捷家族里真的挺惨的 承担着给跑车走量的重任 但保时捷的第一选择永远不会是他 他永远只能活在将错就错的911的阴影之下 他就像有些兄弟姐妹多的大家庭里的小弟弟一样 有好配件好想法 爸妈永远都是紧着大哥911现用 911穿过的穿不了的衣服跟配件 才能轮到自己用 而保时捷也总是心照不宣的 把718的实力死死的摁在911之下 其实以718的底子来说 如果保时捷给予718同样的重视跟调教 同样的马力做个大胆的设想 718挑落911并非没有可能性 只不过这个想法永远不可能实现 因为只有后制后驱的911 才是保时捷真正的精神图腾 而卡曼保时捷是不可能让他的风头 盖过911的 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再聊 拜拜